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发现丹玉母一很像阿拉伯数字一呢 他们真像一对亲兄弟 只不过一没有头上的点 对不对 乐儿特地为你编了一句儿歌 瘦瘦身材小脑袋 走起路来 依 依 依 真是个聪明的小朋友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掌握了依依的读法 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丹玉母一 就跟着我一起学习她的四个声调吧 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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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超明宝贝血拼音 哇 好厉害 这么快就掌握了丹玉母一的读法 怎么样 敢不敢挑战一下她的写法 乐儿先给你演示一遍吧 小朋友还记得丹玉母一 很像阿拉伯数字一吗 所以小朋友在书写的时候 先写一个数字一 然后在一的上面加上一点 就是一了 很容易吧 小朋友可以多练几遍哦 哇 丹玉母一就学习到这里了 小朋友 看来你的学习热情很高涨嘛 在接下来的汉语拼音课程里 你会接触到更多可爱的拼音字母 准备好 接着来挑战吧 哇 欢迎来到乐儿的魔法拼音乐园 在这里 乐儿将会带领你体验 学习汉语拼音的乐趣 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出发吧 丹玉母屋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小朋友不要着急 乐儿这就带领你 一起去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拜拜宝贝毒拼音 小朋友 想知道丹玉母屋的正确发音吗 乐儿这就来教你 小朋友 你听说过乌鸦吧 就是一只长相黑黑的鸟 乌的发音就跟乌鸦的乌是一样的 小朋友 跟我读 乌 读的时候 嘴巴要向前凸起 再跟我读一遍吧 乌 哇 要想更好地学习丹玉母屋 那可少不了乐儿为你编写的儿哥的帮忙 小朋友 你看 这有一只乌鸦在做窝 你看它做的窝 像不像我们的丹玉母屋呢 请听儿哥吧 乌鸦乌鸦叫渣渣 勤奋坐窝 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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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跟我读一遍吧 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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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小朋友 看你学习的这么快 是不是也说明我这个师父教的好呢 呵呵 超明宝贝写拼音 哇 这么快就过关斩将来到了拼音书写环节 看来你果真是文武全才嘛 要看好 乐儿这就教你怎么写丹玉母屋 先写左边的遗数 转弯的时候要平滑 再写右边的一个短数 就这么简单 赶紧练习一下吧 哇 时间过得好快啊 小朋友是不是跟乐儿一样都没有尽兴呢 这样吧 小朋友 你先把这节课学习的内容复习一下 下次我们再去接受更大的挑战 哇 小朋友 让你久等了 乐儿有点事耽搁了一会儿 还好赶着急魔法拼音乐园开课的时间 走吧 我们这就出发去看看 这节课我们要认识的拼音朋友 这节课我们要认识的拼音朋友 是丹玉母鱼 她也是丹玉母六兄弟的最后一员 决心完这节课之后 我们就要跟丹玉母六兄弟说白白了 小朋友可要用心的上这节课啊 乖乖宝贝读拼音 小朋友读语的时候 嘴巴要窝成小小的圆形 发音时口型保持不变 就像吹笛子一样 语 怎么样找到窍门了吗 再跟我读一遍吧 语 哇小朋友 有没有觉得丹玉母鱼很眼熟呢 对了 它很像乌对不对 嗯 还有呢 又好像一条正在吐泡泡的鱼儿 哈哈 乐儿为你准备了一句儿歌 跟我一起读吧 乌上加点儿 鱼 鱼 小鱼吐泡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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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跟我读一遍吧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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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朋友 掌握这四个声道的读法很重要哦 是学习汉语拼音的关键哦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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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